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兴一起来读上帝的话语 四篇第十五篇 上主啊 什么人可以住在你的保密 什么人可以站起在你的生存 就是因为正直 做事公义 对心底说真实的人 他没有用水族重上人 他没有陷害朋友 没有使过作妖飞绵出兵 他的脈絮描写作品的人 不过尊重建议上主的人 他主杀虽然自己欺負也没有改变 他一旧人不是为了理性 他没有受非罗陷害无故的人 祝这种事情的人为英文聚在 今天诗篇也是大卫王所写 这是一篇朝圣的礼仪诗 在选民进入圣殿时所唱的 第一节为朝圣者发问 第二节到第五节为诗人的回应 而第五节的V小段是对于尊行者的应允 主题是属于上帝的百姓该有的品格 经文所写的不过是许多品格中的几项 但短短五节里面提到的品格的要求 已经是很难做到的 在我们生活的周遭 偶尔我们也会听到别人在诋毁其他的人 有时候一不小心自己也陷入其中 圣经雅各树说 舌头虽然很小 却能够说大话 舌头正像火一样 在我们的肢体中是邪恶的 会污染全身 试想 星星之火可以撂远 我们除了谨慎言语之外 要居住在上帝圣山的人 一定要敬畏他 并且不做不光明的事 所说所做的事 可以被摊在阳光下 可供检视 有时候自己吃亏也不追究 不利用别人急需用钱时 收取高利贷 也不拿别人的好处 一起欺负陷害无辜的人 最近听到有一个姐妹 她在职场中借钱给同事 没想到同事因为负债被追讨 无预警的辞职 当时她的钱也拿不回来 每当有其他的同事 要来和她八卦 这位离职同事的事情 她都不愿意加入而躲避他们 她认为向她借钱的同事 已经很受苦了 而且她要借出去的金钱 是她衡量过 即使对方没有能力返还 她也不追究 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 这位姐妹实在是上帝喜悦 可以住进上帝的居所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帮助别人之际 我们也要衡量自己的能力 万一对方还不出钱来 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为原则 就如同借给上帝 在真言十九章十七节写着 怜悯贫穷的就是借给耶和华 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 相信我们以爱心为出发点 借出去的钱拿不回来 上帝必用我们不知情的方式 加倍偿还我们 让我们来经历他倍增的祝福 宁可为爱吃亏的弟兄姐妹们